早安,大家好,又到我們講故事的時間了 今天是2022年6月9日星期四 今天的故事名字就是 尊重別人,會吸引很多新朋友來找你 故事是這樣說的 有一個曾經很熱鬧的火車站 在火車站前面有一個雙殘的腳是雙殘的人 在擺賣的攤檔賣小圓筆的 有一個人來到,萬筆驚心就丟下了100元 你可以看他是當作施捨的,也是一個善事 但走了不久,一個人又回頭 那個男人跟那個雙殘姐說 先生,不好意思,你是一個生意人 我竟然當你是一個乞丐,真是不好意思 經過了一段時間,他又再走過這個火車站 這間老闆的店就在門口笑著喊他 你問先生,先生 那個男人回頭,是不是叫我? 店家的老闆就說 是呀是呀,我是帶你 我一直在等著你出現 然後那個男人很奇怪 為何會這樣,難道我欠他錢 誰知道那個老闆就是那個殘罪人 就跟他說 先生,你記不記得之前你有一天 你是第一個把我當成做生意的人 你看看,我現在真的做了生意人 接著那個男人很惡言 又有這樣的事 接著他就在想 那天我只是覺得自己很不好意思 沒有尊重過你 就當你是黑衣,我也更不好意思 想不到你今天就變成一個生意人 他當然沒有說,但心想 那個殘疾人的老闆就跟他說 再繼續在這裡跟他說 是呀是呀,謝謝你 是你改變了我 因為你當我是一個生意人 不是一個殘疾的乞意 所以我就用著這一樣的想法 就做起生意來了 我其實今天等你出現 是真心想跟你說一句 多謝你 沒有你那天的尊重 我就不會今天變成一個自己做生意的人了 好了,這個故事就完了 其實有時候我們回想一下 好像又是呀 小時候你記得先生怎麼跟我們說 經常跟我們說 來到新的這班同學 大家都不認識的 先介紹一下自己 握握手 對了,就是這一個感覺了 以前我們小時候第一天上課 除了老師點名之外 接著就會聊聊天 你尊重一下我 我尊重一下你 而認識大家 我從來沒有因為 你是一個差班生 又或者你是一個倒班的同學 都不知道嘛 而看不起 就覺得大家都是平等的 所以小時候就很容易認識到朋友 你知道嗎 因為你會尊重他 不會當他是看低了一格 其實說來說去都是說那樣 你是怎麼看一個人 那個人就會因為你改變 你看他當是一個寶貝 抱歉 抱歉 後龍乾了 香港這幾天 遭潮濕 下雨下到含含聲 昨天有海洋 不知為何突然口乾了 一會兒有口水 抱歉 不好意思啊 喝一口水 可以繼續了 其實如果你看她是一個寶貝的話 她就是一個寶貝 如果你有一份尊重和一份愛心 其實有時候 吸引你法則說 你會影響到你身邊的人 人家會覺得你尊重我 我就會去尊重你 你一個好的人有愛心 我就會喜歡和你一起 做一個朋友 所以有時候會產生很多 你猜不到善有善報的結果 所以朋友啊 不妨用心去看這個新的世界 用心去看尊重每一個人和自己 你就會發現 至於周邊的人 都原來有很多無窮無盡的潛力的 她可能有另一個專長 你是想沒有的呢 又或者你想學的呢 所以我們都是說那句 尊重一個人的時候 會吸引很多新朋友來找你的 包括你 我是一個被你吸引到的人 也都可能你是我吸引到你的人 但是怎樣都好 我相信一件事物以類聚 吸引你法則 好的人會經常在一起的 正能量也都是鼓勵你之餘 鼓勵我 當然啦 如果有時候我說的不是那麼好的 請你多多包容 因為始終都是新做 我也都很少這麼大膽的 不過我看到呢 今天呢和你分享一下 我今早很開心 有十幾個人訂閱我啦 你不要笑我 雖然是十一個 短短的那幾天 但是我都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鼓勵了 為什麼? 創破兩位數字嘛 由個位變十位啦 雖然是小小的鼓勵 但是我真的很開心 多謝你 多謝你們聽故事的人 證明我覺得這件事是做得對的 我經常跟人說 其實我有私心的 我為什麼要做這個正能量 這麼努力 每天拍七八條片 十條片這樣 是因為其實 你有沒有發現 香港現在在街上 沒有什麼笑聲啊 這個我想我會在這個項目 會多些跟你們說 我希望你們聽到之後 多些在這條街上笑一下 當然不是傻笑啊 又不用像阿匪姐那些 哈哈哈哈那樣 但是 我都希望聽到 你和朋友之間的笑聲 讓我感受到 香港還有活力 還向我以前見到過香港 開開心心的 所以 今天就是有這件事 跟你們說 你們的點讚 和鼓勵 對我來說是很重要 是一個很大的原動力 希望你不要淪失你的手指 免費的 麻煩你記得 如果覺得好的 幫我去Youtube找 香港人正能量 勵志故事 然後幫我輕輕按一下 點訂閱 鈴鐺 訂閱 然後幫我分享給你的朋友 讓多些人一起 我們物以類聚 開心一下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 如果你覺得好聽 記得訂閱我 拜拜